Coco,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Jimmy,您好 很高兴又有机会和您合作了 真的,真的 那我们就开始了 好的,好的 但是呢,在开始之前 首先呢,要借这个机会 祝愿线上和观众里面的各位母亲们 母亲节快乐 你们辛苦了 是的,是的 我也祝福母亲们 母亲节快乐 Coco,虽然呢 我们是常常合作 但是呢,因为有可能 线上的观众 听众呢 有可能是不太认识您 熟悉您 您可不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呢 好的,好的 谢谢Jimmy 那我就来自我介绍一下 我的名字呢 叫做Coco王 中文是叫做王科 我呢,现在是担任 美国金红保险与理财公司的销售副经理 那我在去年呢 拿到了美国注册长期护理会计师 sorry 我在去年拿到了美国注册长期护理规划师的执照 并且呢,我在11年还是12年就有了保险执照 UCLA毕业之后呢 我就想要更多的进修 就去到UCI大学 而完的分校 进修了注册税务规划师的这个课程 目前呢,也结束了 所以很高兴能够为Jimmy和各位客户提供保险相关的服务 那我们的服务呢 包括个人或者公司的保险 医疗保险、汽车房屋、人寿、长期护理、红蓝卡等等等等 那大家也可以扫描我的微信来添加我 那我呢跟Jimmy也都是钻石师子会的一员 我们是属于国际师子会是一个服务的公益组织 我目前呢是担任师子会的光明委员会的主席 那主要是负责呢安排每年在社区里设定定期的这个 免费给社区有需要的人做眼睛的检查 同时呢,我也是这个有赞助两位非洲的儿童 那为什么今天要用这个background来做 Happy Mother's Day的这个背景呢 主要是因为就是收到了这个 Greeting from这个Save the Children的Foundation 他们主要是资助一些贫困儿童 你可以领养 那所以呢也是encourage大家 invite大家 邀请你们和你们的小孩 家人一起和我们一起来做公益 哇,真的是很幸福耶 Coco和他们的公司提供专业保险的服务 也让我们的客户呢 物超所值 回馈都非常非常好 所以呢 我把我的客户呢 交给Coco这样这么尊业的 我也是非常非常放心 谢谢谢谢Jimmy 也谢谢所有客人的信任 那也顺便给大家看一看 这是我非常proud of myself 最近的一个成就 那也是去年年底拿下来 美国注册长期护理规划师 Certification for Long-term Care的一个执照证书 哇,Coco好棒好棒 对了 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 您是90年后 那您还这么年轻 为什么您会对长期护理相关的工作 有这么大的兴趣呢 嗯,好的Jimmy 那这个呢 可能也是我们没有太聊过的话题 我从小呢 是外公外婆代大的 我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进入 并且留在保险这个行业 其实就是因为我开始做事的时候 发现许多的老人家 他们并不知道美国养老的情况 也不清楚退休之后 医疗保险的福利等等 导致很多晚了 去申请红蓝卡的退休人士 有终身罚款要来支付 或者是有许多的老人 等到需要护理的时候才发现 哎呀,我被迫得卖房 卖车搬家 很多时候呢 其实是因为 他们是第一代的移民 而且呢 都在忙着为下一代打拼 就忽略了照顾自己 没有做好养老的准备 所以呢 我希望通过这个专业的身份 不论从保险 或者是长期护理的规划 来辅助移民美国的华人们 做一个正确 并且适合他们经济预算的 美国养老和退休的规划 说到这里呢 我就常常会问客人一些问题 基米我也想问你 请问你为什么想移民来美国 是这样的 我自己本人呢 是在2005年 亲属移民 这样移民来美国的 大家都是有一个愿望 就是呢 来到美国之后呢 就希望可以给后代 子女一个更好的一个社会环境 可以读书 可以就业成家 我也相信 其他大部分的美国移民 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愿望的 确实确实 我非常同意 基米非常同意 那实际上我自己也常常会问我的客人们 尤其是新移民 我会问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要移民来美国 那常见的回答呢 我就把它写出来了 他们会说美国的环境很好啊 成熟的配套设施啊 优越的教育环境啊 良好的空气质量啊 甚至简单的这种社会环境 都是让他们非常非常向往的 那么我就会问他们下一个问题 那你计划以后在美国养老吗 我自己本人的话肯定了 我们一家人都是美国公民 所以我们肯定就是要留在美国这边养老了 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了 是的 是的 那我们到老了还可以一直这么合作下去 因为我也 一定一定 因为我也是这么决定的 那其实我就是重问这些客人的 跟他们聊这个话题 就会听到他们常常说 那年轻的时候都这么辛苦的打拼了 也在美国累积了所谓的401K啦 IRA啦 足够的退休金 那子女们呢 也在美国成家立业 那当然呢 他们也会想在美国养老 才可以陪伴和照顾孙子 而且他们最大的顾虑 就是他们留在国内的父母 那个时候也已经都不在了 所以他们认为呢 留在美国应该是最合适的选择 而且不会有太多特别的花销 所以呢 他们认为他们都可以很安全的退休 享受他们晚年的生活 可是所有的这些规划里面呢 我就发现 许多许多许多的人 会忽略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问一下 刚才您说这个 许多许多人都忽略了一个 很重要的事情 这是什么啊 明白 如果就是说 很重要很重要 很多人都忽略的这个事情呢 就是我们提到的 今天的话题 长期护理 那实际上呢 就是在美国呢 有一个非常大的支出 基本上很多很多的人都会用到 这个项目的费用呢 它增长的速度 超过我们所谓的通货膨胀的速度 这个费用 就是我们所谓的长期护理 OK 那为什么长期护理 特别是在美国这边养老生活的方面 为什么它是这么重要呢 谢谢基民 那像这个情况呢 我就会常常用数据来说话 今天我用到的呢 正好是Nationwide的数据 那根据美国卫生部的研究 70%以上 65岁 在有生之年 都会多多少少需要长期护理的服务 才能维持他们 所谓要能够生活自理的具备的六种条件 那也就是这上面写到的 师范 穿衣 沐浴 洗澡 挪动 行动和自治 也就是说呢 如果我们这里有10个人 或者我们想想我们周围有10个客人 7个里面 他们在65岁以后 都会用到长期护理 基民你觉得这个数据可怕不可怕 蛮可怕的哦 70%呢 真的是好吓人哦 那可以请您再解释一下 到底什么是长期护理吗 非常好的问题 好的 那今天就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长期护理的问题 什么是长期护理 其实根据美国长期护理保险协会的定义 人呢 在一般的正常的条件下 我们都有六个所谓的基本职能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简称叫做ADLs 其中有两项或者更多 也就是两项三项或者一直到六项 都无法自理的时候 我们就叫做符合长期护理的需求 哇 听起来 这次都是我们每天会用到的哦 还好我自己的父母都可以自己做 真的是很幸运 是是是 但是如果我们其实 想一想 就是回想我们每一天吧 你看从我们起床 来我们早上起床 我们要穿衣服 穿完衣服呢 要从床上走起来去洗手间 洗漱 然后完了呢 要去吃早餐 要进食 要自己为自己吃饭 然后呢 我们还要挪动 要行动 要去出门 去上车 或者走动 其实如果你想想这些都是我们非常基本的一些生活的一些职能 所以呢 我就常常会跟客人说 如果你想一下疾病 意外 甚至就是不可抗拒的衰老 这些能力都可能会受损 逐渐或者完全的损失 那当我们靠自己 非常难 或者完全没有办法完成这些基本的职能的时候 那就需要别人帮助啦 比如说像我外婆现在 她穿衣服就要人帮忙 因为她手拿不过来 那吃饭有可能再严重一点就需要人喂咯 还是真的呢 就算我自己没有出门 留在家里面 都会需要做到三到四个 那我猜符合长期护理的条件 会随着年龄来增加吧 对不对 就越老的话就越来越容易符合 这样想对吗 对的对的 金敏你非常棒 是个很棒的学生 实际上呢 这个是我从百度百科调出来的一个数据 那因为我们面对的很多都是华人 那华人的寿命呢 跟外国人的寿命是有一点差别的 实际上华人的寿命总体来说比较长寿 可能也是因为美国生活的自然条件会更好 那如果我们从中国 移民来美国 思想如果美国的生活条件更好 我们是应该是会更长寿 所以呢 其实人长寿吧 这个事情其实是个好事 但是呢 我们人衰老 年龄 就是我们越来年纪越大 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嘛 那生活自你能力的减弱 或者是慢慢的退步 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而且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们今天其实一开始说的是母亲节 那其实女生更是需要注意 为什么呢 因为女生比男生通常来讲 寿命是更长寿的 所以呢 女生们用到长期护理的可能性是更高的 原来是这样啊 我都没有想过呢 我还是在美国生活受教育 就业多年的会计师 原来是这样 是的 其实我们都是这样 平时呢 都忙着工作 也不会去设想 那不如坐下来 花点时间 趁着今天的video 我就分享给大家一个 我同行业内人士做的统计 他就有提到说 房子着火的机会呢 是一千二百分之一 非常非常少的机率 出车祸呢 是二百四十分之一 住院开刀呢 是十五分之一 可能出车祸跟住院开刀 离我们都还蛮远的 就是比较少 可是六十五岁需要长期护理 看护的机会是多少呢 五分之二 就是百分之四十 七十五岁需要长期护理的机会 是五分之三 是百分之六十 那设想七十五以后 这个数据只会越来越高 真的是很高的概率 而且呢 自然规律的大数原理 是基本上会重复的 对不对 谢谢我的分享 真的是让我和我们听众 要好好的静下来 然后来好好的考虑考虑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今天的长期物理是多少 这个节目呢 就先到这里暂时停下来 好吗 Koko也辛苦了 您可以预先透露给我们 听一听下一期要讲的话题吗 这样的话呢 我们调调我们听众的口味 好的好的 谢谢 Jimmy 是的 其实在英文里面呢 我们常常会有一个 saying right How do you eat an elephant at a time 那当然是one step at a time 就说如果你要吃 今天要吃一个大象 这么大的一个物体 你要怎么去吃它 那回答就是说 一步一步的去吃它 或者one bite at a time 一口一口的吃掉它 其实长期护理也是这样一个概念 它既简单 但是又非常非常多的details 非常细节 这一期呢 我们主要讲到长期护理的解释 和它的重要性 以及它发生的概率 那下一期呢 我就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些 practical side of the story 那就是长期护理 实际产生的时候 我们的朋友 或者我们的客户们 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渠道 用什么样的措施 去carry out这个care 或者是政府是不是会帮我们买单 等等的话题 非常非常期待 非常感谢Coco的分享 那也请所有需要的听众呢 可以联系我们的Coco 在description里面呢 也会有它的微信号 同时呢 我们也要做一个 我要做一个见证吧 那就是呢 Coco他们的产品的规划设计 都确实是非常专业的 而且服务体验不当之好 而且是从头到尾都是很好的 我介绍给Coco的客户呢 都是take care的非常好 所以我非常放心 介绍我的好客户给Coco 也真的是要谢谢基米 谢谢基米和你们智慧会计税务所所有的邀约和所有的介绍 那么呢 借着这个结尾 我们在这里再次的祝福各位母亲们 母亲节快乐 也真的是期待和您相约 下一次再来聆听我们的节目 是的 是的 再次祝福各位母亲 母亲节快乐 我们下一次再会咯 谢谢Coco 谢谢您 谢谢您 谢谢 谢谢基米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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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